很多喜欢吃毛血旺的朋友 在家里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学会了这个做法 那比饭店好吃多了 喜欢这道菜 就跟着我来做吧 先处理食材 把火里长切成片 再把血旺切成5毫米左右的厚瓶 取一小块五花肉切成片放到碗里 加点料酒 酱油和几个花椒腌制一会儿 这样腌制过的五花肉煸炒起来才更鲜香 再把黄豆芽准备一点就可以了 最后准备一点配料 切一点葱姜 多准备点大蒜切成蒜末 再切点小葱花就好了 先把锅烧热 倒点油进去滑一下锅 再放点盐 加点底味 油温大概七成热的时候 用大火把黄豆芽倒下去煸炒 炒到断生就可以捞出来 盛到盆子里备用了 这里要注意一点 炒蔬菜一定要用高油温和大火来炒 另起锅烧热后再倒点油进去 大概五成油温左右 把五花肉倒进去煸炒一下 炒到五花肉浓郁的油脂香味飘出来 就捞出了 接下来把葱姜倒进去炒一下 再放一张皮鲜豆瓣 一块火锅底料 还有辣椒面一起炒一下 把香味和汤色炒出来 然后再把五花肉和火锅墙放进去 加水烧开 烹点料酒去腥 现在来调个味儿 根据汤汁加点盐 酱油和味精调个味儿 再把雪旺下到锅里 用中火煮上三分钟左右 然后加点醋油和藤椒油调味 最后加水淀粉够个薄芡 就可以出锅了 最后一步撒上小葱花和蒜末 把油烧热 吸成油温左右关火 先放花椒 马上放干辣椒 把这一勺胡辣椒香的热油拖上去 还用肠吗 就是这个味儿 我是南希 一个爱做饭的男人